明朝 建文四年九月 朱棣大封功臣 那些在静难之役中 为朱棣出生入死的将士们 终于得到了回报 朱棣这一次在静难功臣中 一共封了两宫 十三头 十一伯 其中在十一位伯爵中 以新宁伯 坛中最为特殊 因为坛中在静难之役中 并没有立过大功 他之所以被封为伯爵 是因为他的父亲 乃是朱棣麾下的大将 谭渊 静难之役后期 谭渊战死沙场 朱棣惋惜不已 谭渊之子谭中 不仅获得了伯爵爵位 还得到了朱棣赐的免死铁券 这个铁券在后期还发挥了作用 从此缔造了谭家九代人的荣华 谭渊虽然是静难名将 但史书上对他的记载 实际上只有两百余字 他的前半生信息几乎是空白 谭渊是清流人 洪武年间 承袭副职担任燕山又护卫副签户 也就是说呀 谭渊是在北平承袭副亲的职位的 所以呢 有人说谭渊曾在锦衣未任职 这是严重失实的 明朝红武十三年 二十岁的朱棣来到北平就藩 从此谭渊归于朱棣麾下 谭渊打仗非常勇猛 很快就得到了朱棣的重用 注意啊 在燕王朱棣发动静难之役时 燕山三护卫是他的原始兵马 例如静难名将邱福和朱能 出自燕山中护卫 张玉出自燕山左护卫 这些人都是朱棣的嫡系人马 和谭渊的履历最为相似之人 便是朱能 谭渊是燕山右护卫副签户 而朱能呢 则是燕山中护卫副签户 而且朱能和谭渊一样 都是承袭父亲的职位 二人皆是朱棣的心腹 在众多静难功臣中 出自燕山右护卫的还有几人 例如张武和王真 这两人时任燕山右护卫百户 都是谭渊的属下 张武后来被封为承阳侯 王真在肥河之战中战死 后来也被朝廷追封 之所以列举这么多人民和职位 只想和大家说两个事实 第一 谭渊隶属于燕山三护卫 这三护卫是朱棣起兵的基础 朱棣在永乐年间曾多次出征赛外 燕山三护卫中身经百战的将领居多 在长期的征战中 朱棣和燕山三护卫产生了非常深厚的情意 这种情意让三护卫成为朱棣起兵时的嫡系兵马 第二 谭渊在燕山三护卫中的级别并不低 他和静难公爵朱能同级 而且他的勇猛程度也不输给朱能 另外 他麾下的百户也都是能争善战之辈 谭渊骁勇无比 他能拉开两弹的弓 而且百发百中 这种本领非常人能及 正是因为如此啊 谭渊在接下来的静难之一中 才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红武三十一年 明太祖朱元璋驾崩 黄太孙朱允文登基 视为建文帝 当时各大藩王平翻要塞 代甲数万 让愁愁满之的朱允文十分不放心 于是在黄子成和齐太的怂恿下 朱允文开始学藩 按照齐太的计划 燕王是黄叔中年龄最长 能力最强者 所以要第一个学燕王 但黄子成认为燕王是大 而且没有犯过错 朝廷学之无名 不如先学其他藩王 待时机成熟后再学燕王 最终 朱允文采纳了黄子成的建议 在朱元璋去世 尚不足三个月内 朱允文开始学周王 接下来 代王 湘王 齐王 民王 相继被削 湘王 朱柏为了抗议削藩 竟然举家自焚 这一系列的消息 让远在北平的燕王朱棣 如坐针毡 最终 朱棣在姚广孝 朱能等人的劝说下 准备起兵 建文元年六月 朱允文派北平部政使张炳 秘密逮捕朱棣 结果张炳被朱棣反杀 静难之意由此爆发 战争的第一仗便是控制北平城 在这个过程中 朱棣派张玉 朱能 秋福 谭渊等心腹分头行动 一天之内夺下北平九门 三天之内肃清城内一己 谭渊的静难之旅 便从夺九门开始 静难之一的第一场大型战役 发生在真定 当时朱允文听闻朱棣已返 决定派长星侯耿炳文 带兵三十万北上平盘 耿炳文带领的南军 和朱棣带领的燕军 在河北真定相遇 耿炳文在乎陀河两岸分营扎寨 命参将潘忠和杨松 带领九千先锋队 驻扎在雄县 正值中秋时节 朱棣采纳张玉之谋 决定趁南军过中秋节时 发动突袭 按照朱棣的部署 负责袭击南军的将领 是张玉和朱能 而谭渊则被安排了 另一项非常重要的任务 抢占忽陀河中央的越阳桥 以阻断潘忠和杨松的退路 谭渊带领一千余人 悄悄渡过越阳桥 然后藏在水底下 关于谭渊等人 到底是如何藏在水底下不暴露的 谭渊让麾下将士 每个人手里拿一束浇草盖在头上 靠着焦草的遮挡来呼吸 谭渊等人在水里泡了半夜 竟没有发出一点声音 这份坚毅让人佩服 到了后半夜 张玉 朱能 开始向南军发动进攻 潘忠和杨松因突然被袭击 只得带兵往河南岸逃窜 通过越阳桥退走 这时呢 谭渊突然率军从水下钻出来 占领了桥梁 这个情形仿佛神兵天将 让南军惊骇之余 纷纷后退 但由于后方的兵马 仍在往越阳桥逃窜 前军突然后退 导致兵马相互踩踏 死亡惨重 最终呢 潘忠和杨松 被张玉 朱能 以及谭渊堵在桥头 只得放下武器赈灾 他麾下的九千将士大多投降 这次大战 是燕军和南军之间的第一场大战 朱棣一次性活捉了南军两位参将 士气大振 在接下来的真定大战中 谭渊越战越勇 在潘忠和杨松被擒后 耿炳文的主力部队仍在 没有伤筋动骨 可是朱棣从俘虏口中 提前探知了耿炳文的军力部署 战绩优势 次日当耿炳文出战的时候 朱棣派张玉和谭渊 联手将其击败 而朱棣亲率大军 绕到南军背后袭击 耿炳文先败给张玉和谭渊 又败给朱棣 从此不敢出战 只能选择死守 耿炳文是开国名将 在张玉和谭渊的攻击下 竟然一战而败 可见张潭二将之勇 耿炳文兵败后 朱允炳文用李锦龙替换耿炳文 不料李锦龙一败郑村坝 二败白河沟 败光了南军的家底 到了建文二年 朱棣攻打济南 济南由圣雍和铁炫防守 朱棣久攻不下 只得退兵攻打苍州 苍州城内有两万多兵马 朱棣命谭渊和朱能 从南北两个城门分别攻城 城头上见势如雨 谭渊等人死战不退 最终拿下苍州 升勤了南军四位将领和两万士族 在当时呢 如何对待这些俘虏成了一个大问题 朱棣一方面通过喊话 招降这些南军士族 另外也表示 如果实在不愿意投降的话 可以在第二天给他们发放文碟 让他们出城回家 当时统计呢 不愿投降的南军士族 大概有三千余人 朱棣呢 本打算履行承诺 第二天遣散他们 可是半夜却发生了变故 谭渊生性好杀 他听闻城中 仍有三千俘虏不愿投降 便待人一夜之间 将这三千人全部杀了 一时间 苍州城内血流成河 七声不绝 这件事对朱棣的影响很大 很多已经投降的南军士族 开始逃跑 朱棣火冒三丈 指着谭渊的鼻子大骂 谭渊辩解道 这些人都是不愿投降的南军将士 若放他们回去 他们还会对付我们 朱棣生气地说 如你所说 我们应该杀光所有的敌人 可是敌人杀得完吗 谭渊听完 再也不敢和朱棣顶嘴 只得退下 从建文二年起 朱棣麾下便连丧大将 首先 建文二年十月 老将陈亨被南军将领平安打伤 不治身亡 同年十二月 东昌之战爆发 大将张玉 为救朱棣被圣雍斩于阵前 朱棣连师两将 士气受挫 不得不退回北平 待到建文三年三月 谭渊也走完了他的人生 建文三年三月 朱棣重整兵马再次南下 他探知圣雍在加河驻扎 便开始筹划进军加河 当时圣雍背下大量的火枪和强弩 但由于朱允文下旨 不允许伤害朱棣 圣雍投鼠忌器 不敢开枪 双方只得进行白刃战 朱棣也利用这一点 带着谭渊等人 冲击圣雍的军阵 燕将谭渊从军中望见陈启 拒出兵逆击之 庄德率重死战 渊与其部下指挥 董中锋皆为德军所杀 本来呀 在朱棣的冲杀下 燕军已经战绩优势 但谭渊看到南军逃跑 尘土飞扬 立即从正前方拦截 正在谭渊杀得起劲的时候 他坐下的战马突然失控 谭渊被跌下战马 被南军将领庄德所杀 虽然后来朱棣率军杀掉了庄德 但谭渊已经不能复生 谭渊之死对朱棣打击甚大 朱棣枯曰 渊之去也 吴是一大将 众将听完都有颓废之色 幸好关键时刻 朱能赶到 他鼓舞士气 带领大家继续杀敌 才赢得家和之战的胜利 谭渊从鸿武十三年 归于朱棣麾下 到建文三年战死 一共为朱棣效力二十一年 这二十一年内 他始终是一位 彪悍勇猛的沙场战将 他虽试杀 但忠勇可取 一年后 朱棣取得静难之一的胜利 在南京登基后 他立即追赠谭渊为都指挥使 九月朱棣大封功臣 谭渊被追封为崇安侯 他的儿子谭忠被封为西宁伯 石鹿一千弹 赐铁券 在当时 将二代被封为伯爵的有两个 一个是张玉的儿子张辅 另一个便是谭渊的儿子谭忠 张辅在静难之一中 立功甚多 但谭忠却先有战功 换句话说 张辅的伯爵是自己正的 但谭忠的伯爵却是朱棣 看在台渊的面子上赏的 需要说明的是 谭忠的新宁伯爵未可世袭网替 而且朱棣还赐了谭忠免死铁券 不久后 这枚铁券便发挥了作用 谭忠在永乐一朝 也有几次出场记录 第一次是跟随张辅征讨安南 永乐后期 谭忠跟随朱棣北伐蒙古 明宣宗朱瞻基登基后 汉王朱高旭发动叛乱 谭忠跟随朱瞻基征讨朱高旭 两年后 谭忠因为征讨交纸失败 暗律当斩 文官们纷纷上奏 要朱瞻基杀谭忠 可朱瞻基却说 劝有免死闻 其余四 朱瞻基念谭忠有免死铁劝 并没有杀他 只是将谭忠的爵位免除 让他的儿子谭景提前席绝 后者因此成为了第二代新宁伯 谭忠的儿子谭景倒是一员虎将 有其祖父之勇 曾跟随宁阳侯陈茂 征讨宁下立下战功 不过正统十四年 明英宗御驾亲征时 谭景和其弟皆在土木堡之变中被杀 有名义朝 新宁伯一共传了九代 向大明俸禄二百四十年 其中第四代新宁伯谭忠在成化年间多次随军出征 抵抗外敌 死后被追封为太父 第七代新宁伯谭国佐曾带着三个儿子多次参与抗窝 谭家子孙为明朝抗击外敌做出重要贡献 明朝崇祯十七年 李自成的大顺军攻入北京城 第九代新宁伯谭红业为保卫北京血战而死 谭红业战死后 谭家十代人算是对大明朝有始有终了 谭渊起于军户 出席燕山右护卫附千户 因机缘巧合归于燕王朱棣麾下 因此成为了静难战场上的一员汉将 因谭渊试杀 在静难之役中又果断支持朱棣麾 因此历史上对他的评价并不高 我们需要从三个角度来看待谭渊 第一 我们应该肯定谭渊在静难之役中的贡献 谭渊所在的燕山三护卫是朱棣的嫡系 他在朱棣起兵时支持朱棣 这种选择应当被理解 在静难战场上 谭渊称得上是一位勇将 若谭渊不死 朱棣登基后他位列宫侯也不在话下 第二 我们必须承认谭渊的不足 谭渊是武将出身 生性是杀 格据有限 他认为放俘虏回去 无异于放虎归山 因此屠杀三千俘虏 这种做法无疑是残忍的 但他这么做的本意是出于对燕王的忠 只是这种思维具有较为严重的局限性 后世应当深以为戒 第三 从洪武十三年朱棣到达北平到明朝灭亡 谭渊家族十代人在两百余年里 对朱棣一脉的忠勇值得肯定 历代辛宁伯抗击外敌 为保卫大明而战 他们保家卫国的精神值得肯定 历史泱泱 谭渊当年跟随朱棣 赌赢了家族十代人 近二百四十年的荣华富贵